國民漢字須知 帶您學漢字 學好字 本週我們又要到哪裡 去學習什麼字呢 你要去拜拜的話 你要有虔誠的心 可是說到虔這個字 有些人經常會寫錯 虔誠的虔 你是不是也經常寫錯呢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就是常常要把放大鏡 拿出來的袖珍博物館 在袖珍博物館內 家德宇夢夢又會發現 什麼有趣的漢字問題呢 為什麼結婚的婚 有一個女子旁 這個婚 婚倒的婚 難道女生嫁之後 他們會婚我去嗎 是不是太興奮 為什麼結婚的婚字 是一個女婦加上婚倒的婚 家德說得你認同嗎 講到十日 這個字 韓語 到底要怎麼說的 想知道更多的漢字知識嗎 盡情鎖定每週三晚間八點 國民漢字須知 你都在想你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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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